根據法庭文件 紐約聯邦大陪審團22日提起公訴 指控9名被告在美國非法充當中共代理人 其中2名是新被告 都是中國籍人士 包括50歲的圖蘭、46歲的蔡永強 此前美國已經對6人提出起訴 包括2名中國公民 46歲的胡吉、65歲的林敏君 居住在紐約環護區的中國公民 34歲的朱鋒 53歲新澤西州莫瓦的居民麥克、麥克馬虹 24歲的鄭崇英 以及來自康州諾維奇64歲的朱勇 又名Jason Drew 還有1名匿名人員 現在涉案人員總數達到9個人 這些人被指控參與中共的獵狐行動 涉嫌、監視、騷擾、跟蹤和脅迫美國居民 並阻礙刑事調查 其中2個人被指控妨礙司法公正和串謀妨礙司法公正 根據1938年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案 他首先就要向美國司法部登記 他是外國政府的代理人 第二個如果他要協助 他一定要獲得美國政府的同意和批准 目前 朱勇、麥克、麥克馬虹和鄭崇英已經落網 他們此前在紐約東區聯邦法庭出庭 3個人表示不認罪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紐約報導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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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